今天是George 掌聲 嗨 大家好 我是愛情整段市長 喬治憲在談戀愛是最不需要 智慧的事情啦 所以今天我可能會輸 想不到吧 承認自己的感情 沒有預期來的順利 好 我們這樣講好了 承認自己的感情 沒有預期來的順利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勇敢的 一點都不丟臉 婚姻這件事情它本身是一個制度 那兩個人如果因為感情而結合 要進入要生育 要有孩子 然後呢 他們在以後可能會 要離婚的時候 可能在法律上會有一些爭執 所以他必須要有婚姻的制度 所以親愛的 婚姻這兩個字 他今天如果真的講起來 是一點都不浪漫 我就是最靠北的愛情專家 謝謝 舊喜老師 但這個狀態事實上 這個所謂的海王海后 遲遲而來 地是什麼 一定有的原因 因為呢 每個人都是他其中一尾魚 我懂了 就是說這愛情 你的對手就是你的魚 是的 你的漁場管理 這個是不是跟渣男 渣男 這個婦女渣男有相關 剛才憲哥有講到很重要 不見得是渣男渣女 如果是渣男渣女 他是自己已經有固定的關係 同時還跟人家發展 但是海王海后是 每一個都按耐到好小的好小 開放式的 所以基本上 手蹲更高明 對 基本上他也必須是 時間管理大使 那必須的 但是他有沒有出手呢 他有出手 就是每一個看起來 都發生過關係 但是每一個他都不承認關係 聽你在這樣講的時候 我是突然間在想一件事 海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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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來出題好不好 來 請出題 出題 好 第一題選擇題 你今天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在IG發了一則限時動態 你會用什麼方法 吸引大家的注意 A PO一個漆黑的畫面 寫下一些些悲傷的文字 OK B 開始瘋狂的 開始轉一些搞笑影片 B C 發起投票詢問 有誰有空吃飯 這個評分其實有點難 但是還是有一些端倪可以看到 有0分 3分跟5分 對 在這裡面其實有一個是 立即可以見到面的選項 就是C 對 有一個是無關痛癢的選項 有一個是討拍 其實每一項它再加一兩個字 都可以變成非常非常厲害 海王海后的行為 譬如我先講 怎麼還沒看分數信 所以我先講轉發搞笑 因為其實海王海后就是要在當下 馬上引起人家的注意 照顧你的情緒 失訊你也怎麼了 還好嗎 要不要出來 所以C這件事情是完全沒有懸念 沒懸念 B 很多人都沒有懸 我跟你講 這只要加兩三個字 就會變很恐怖 是嗎 轉發搞笑影片 然後加一行自己的話叫做 這超吵 我跟你講這個比漆黑文字還好恐怖 這個 這個什麼 太嚴重了 這個逃拍 對 我根本笑不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這個到底是哪一個三分五分零分 A的話我們是三分 就是剛剛就覺得說見不到面 但是大家會關注 B的話 如果你轉發搞笑影片就是零分 就沒有事 立刻見得到面的 就像普欣剛剛說 你雖然是心裡面是姐妹會來回你 但說不定會有一些有空的男生會回你 異性會來 所以是五分 各位在無意識的狀態下 有選到這個馬上可以見面的 很有可能就是海王後的這個 候選高危險群 好可怕 王卡 明白… 究楊老師 我以前不對於這種Mind Testing 不是那麼信任 因為這一題我非常確認 這女生劈腿 她男朋友知道把她甩了 她就發起說她人在什麼地方 有誰要到這個地方來玩 然後一堆人 哈啦… 你也加一了 不… 不是 我是有看到 拖眼而出這個 我看到那個女生 她在墾丁拍了一個那個 看著天泳裝 比基尼 看著天的這樣 有誰要過來 一堆孝子就上香 有個渣男就過去了 兩個人就在那裡野合了 大概一個禮拜 野合一個禮拜不會禁殺 野合一個禮拜太久了 也太猛了吧 演藝圈的事 演藝圈的事 準 是不是 真準 第二道題目來 海王海后 慢慢的 所以你們拿五分的出口 你在聊天的時候 會用什麼樣的手段 讓對方提高在船上 續航的意願 代表前面稍微已經有聊過 不然你不可能已經在船上了 對 兩個人都在船上了 A是微小的曖昧話語關心 以及主動的報備 B就是與對方坦誠有暈船對象 並且時常提到 時不時就一直講 C日情故重 要回不回 這個有點難選 這個很難選 都很模靈兩可 感覺上平常大家都會有 第一這件事情 更是對方直接承認 有暈船的對象 常常還提到 我跟你講 我最近很喜歡上一個男的 或女的怎樣 這個就是會造成人家的反感 C三分的原因 是因為 欲情故重要回不回 這個在現代人使用手機的禮貌裡面 的確是會讓人家很感冒 欲情故重要回不回 這比較像已經是 我就是要跟你交往 我趕快把你抓到手 而不像是所有的人 都來做這件事 有道理 A為什麼殺傷力最大 微小的曖昧的話語 關心主動報備 會讓人造成一種狀態 就是 我是不是最特別的 Only One 我十種 我是不是你最特愛的人 你為什麼不說謊 愛情 對 愛情就像握小鳥 好具體的形容 不能握太緊 但是我覺得愛情更像在握肥皂 怎麼說 所以你握得越緊 它越握不住 會跑 會跑 你根本抓不住 後來 後來你就要彎腰去撿 對 就要彎腰去撿 對 彎腰去撿 才知道 春天以來 愛情突然來了 找自己 喂 甘鐵啦 甘鐵 甘粉 甘鐵 甘粉 沒錯 這個仇女無極限 講到甘粉 她拍手 對 這麼開心的要命 叫老公到來吧 好 第三題 來 出題 你的另外一半 發現 當初和平分手那個初戀對象 你們彼此之間在社群上 還偶爾會按讚留言 然後你現在另外一半很生氣的 要求你把好友刪除 刪除好友 你會用什麼方式 跟你另外一半溝通 對 你就先跟你另外一半表明說 那是成長的回憶 那就是過客 但堅持不刪 堅持不刪除 就是不刪 跟另外一半溝通說 沒有必要這麼絕情 然後嘗試保留初戀 好 然後C 避免日後釀成災難 乖乖聽好 立刻刪掉好友 這一題著重的是 海王海后們的求生意志 當發生爭吵的時候 跟對方講道理 對方可不可以更生氣 所以你這一段感情就keep住了 對 她現在要當下先止血 安撫 對 就像剛才我們的海后 目前的準海后花花講的一樣 我現在刪 我刪一個微信 我還有LINE 刪了LINE 我還有WeChat 刪了WeChat 我還有Twitter 這大不了的 已經刪... 刪到沒地方可以刪了 沒關係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改用賣場 對 在蝦皮賣場 開一個 開一個只有你這個買家的賣場 然後兩個人 蝦蜜 天啊 有這種 可以 然後在那邊聊天 對 好多 都在蝦皮賣場 有這種方法 真的好瞎 1月15下午2點可以出貨嗎 對 天啊 而且他們只賣 他們只賣一種東西 什麼東西 原來就是 你知道是什麼 是什麼 就是Make Love 海后 海后 絕對是韓話 大家都知道嗎 我是現在才剛知道 你找到了 不便宜 喂 真的 蠻可樂 蠻可樂 現在再跟各位講一下 海王海后最重大的一點 最重要的就是 對 有無辜 有無辜 我看起來超奸詐的 沒有 無辜 因為他是 老模 老模 我跟你講他真的無辜 你從這個角度看 他很像這樣 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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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進體 好 田控 來 好 現在情進體是這樣 綜合情場多年的蜜蜂 是 高機率有可能是海王海后 他的女友蝴蝶 認為自己能夠收服蜜蜂 已知兩個人已經相往三個多月了 對 根據以下的對話 請問田控處 蜜蜂可能會講什麼話 好 男生是蜜蜂 女生是蝴蝶 這個沒有標準答案 你給我解釋 為什麼你會跟女生在摩鐵門口 兩個人還自拍 你明明跟我說 那天你要跟朋友去打球 打完球馬上就回家了 這麼會打 給我打到摩鐵門口 對啊 我那一天 的確是跟好兄弟去球場打球 Baby 對不起 我忘記了 忘記跟妳說我們打完球 還有去其他的地方 吃宵夜 剛好宵夜的地方有很多的摩鐵 然後 好久沒有見面 就順便拍照 根本沒有發現後面是摩鐵 拍照就拍照 你們為什麼要貼那麼近 我跟他之間只是 寶貝 你別擔心 這很難 這很難 看看各位 金揚的看到剛好遇到 好巧 對啊 如果這種事情發生了 如果真的發生 那好像就只能假裝是一個巧遇 對 這是故意的 對啊 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 對啊 OK 他只是粉絲 因為我會拍照 我會很厲害 不是 因為一定是粉絲 不然為什麼要找我拍照 我也覺得很奇怪 根本沒發現 而且他突然 通常粉絲會拍一拍3 2 1 然後靠過來 所以我也被嚇到了 所以我會說 他突然靠過來 我也被嚇到了 這有計畫 OK 補欣 可能會講說 就只是吃路邊攤 然後就只是旁邊 剛好有很多摩鐵 就拍照拍到這樣而已 真的太難 天空二咧 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 也是普通朋友 跟金揚一樣 OK 好 剛好碰到好久不見的朋友 對 就好久不見的朋友 所以就約摩鐵 沒有啦 大家都已經講到 在後面是摩鐵 大好就剛好碰到 好久不見的朋友 然後剛好聊起 我們去現場看看 沒有 我們去摩鐵 他買了新手機 我想看一下拍 拍照畫素 拍照畫素 畫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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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只是朋友 好 好 這是為難我們 其實是朋友 就是拍照 你跟他真的有怎樣 怎麼可能在摩鐵前面拍照 對啊 然後我不能跟有鬼的人 在摩鐵前面拍照 不是 不是 是因為照片流掉 流出來 對嘛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在別的地方被Tag 有些人拍的照很愛Tag 對 有 對不對 這個我會抓到過 好 這個我們要給分 這件事情 就是當下要按耐 對方的情緒之外 我們要講的是 你有沒有可能成為海王海后 所以你講的這一個答案是 他無法反駁 但是又無法跟你求證 那就是5分 那就是5分 所以得到5分的是圓圓 跟花花 厲害 厲害 因為他們的 因為圓圓是講 這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對啊 你怎麼樣 你叫我不要當偶像 你叫我把粉絲推開嗎 這個叫騙很大 這個 是 沒拉招 而且粉絲很重要 他的這個余兒們 可能聽到這個理由也覺得 有道理 我也不能挑戰他的工作 他就是得做這件事 沒錯 新手機這個 就是他的導航又更高 好糟 除了這個是你無法反駁的 他的確用的是新手機 我真的就很想買這隻新手機 然後而且我們還一起看一下 這個新手機的功能 像素功能 一干二進 對啦 而且你看 好比說金揚他還會說 那是普通朋友 他只說朋友 朋友兩個字 就是想像空間就很大 對不對 有一起跑步的朋友 真的是厲害 一起健身的朋友 泡茶的朋友 泡茶的朋友 還有嘴友 對啊 嘴友 還有爆友 一起玩13隻打槍的朋友 打槍 那花花就是8分 也有5分 花花5分 最高只能給5分 那金揚免魚他就是 正常男生的正常發 3分 紀朴欣這個呢 可能會大吵架 但是他跟海王海後的精神 是相違背的 所以沒什麼關係 他是0分 OK 請進題請填控 來囉 小王正在詢問小咪 為什麼好朋友的外套 會丟在家裡 根據以下的對話 請問如果你是小咪的話 填... 填控術 你會講什麼話 好 我剛剛在整體房間的時候 發現小豪的外套 出現在我們家 是 你最近是不是跟我的好兄弟 走得有點近 他的外套怎麼會出現在我們家 那個只是小豪 OK 我最近的確有跟小豪聊天 那也是因為我 你想太多了 好啦 我也不是故意要誤會你 我晚餐煮你最愛吃的東西 早點回來 好啦 來 先看花花 1 2 3 花花寫好了 那個小豪只是 是留在你車上 就是說他的外套是留在你車上 上次我們一起出去過 留在你車上 然後你忘記拿下來 所以我就幫你把他的外套 拿下來然後放在家裡 然後等下次跟他見面的時候 我再拿給你 再拿給小豪 好強 好強喔 這個很強 我沒想過 我們都被說服了 我第一個就是 他剛好就忘記拿而已 他怎麼會來 對啊 誰 那小豪怎麼會來 對啊 你怎麼會有小豪的外套 對 他就來這邊跟我聊天 哪裡聊天 過來跟你 過來消費完就走了 不可能 他有付錢嗎 既然都是閨蜜的話 我大概就會回他說 我也想要知道他的那個 曖昧對象到底是誰 對不對 這樣這樣回他 什麼東西 至少他不會想太多 那也是因為我想知道 他的曖昧對象是誰 為什麼 那個真的很難答 沒有 你的好爛喔 他的意思就是說 有點爛 你在想什麼 你怎麼會跟他聊天 因為他要跟我講說 他曖昧的對象 我也想知道 對 我也想知道 五星一鞋的作文 來 上次來我們家忘了拿走 對 就是可能有來我們家做客 然後外套忘記帶走這樣 然後第二個是就是 我要問他的好兄弟說 你的鞋號是多少 可能我要買鞋子 送男朋友當禮物 對 我要到家裡聊到 對啊 要直接看他的腳是不是 你男朋友不會說 你不知道你們白鞋子穿幾個 對 還要問款式什麼 偷問一下男朋友的鞋子 因為可能有些女生 對男朋友就是 追蹤的鞋子比較不了解 OK 來 圓圓 上次有跟他借衣服 就是拍穿搭 你不是也在現場嗎 就是我在你面前 有跟他借外套 好壞喔 沒有啊 哪有這個事情 他不只說謊 他還嫁禍給 詩玉雲罩頂的男朋友 對 當事人 就說是你自己的問題 對 還忘記 你也在啊 白鞋 因為重點是 這就是你朋友 不然你要跟他絕交嗎 你為什麼跟 最近老師跟小豪聊天 那也是因為我怎麼樣 那是你朋友把他當 也是我的朋友 就是照顧我 我也把你的朋友當我的朋友 剛好買了跟我一樣的 他眼光很好 買到跟我一樣的外套 所以這一件是我的 這麼牽強 對 有點牽強 各位還是不要忘記 我們是要看你的 潛力 不是說你們的危機處理 所以其實這一題 給零分的人已經出現 就是金揚 因為金揚他講得太直男 他就是 對啊 就買一樣的啊 對啊 直男 我不想多了解你 臭直男 他這件事情 他完全沒有求生意識 他也不解釋 會吵 他不解釋 兩個就吵起來 一吵起來這個人 他可能就會從你的漁場離開了 留不住 所以零分是金揚 其他人基本上怎麼 留在你車上了 忘記拿走了 來 我們家忘了拿走 這件事情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花花跟眼魚大概就是三分 三分 那紀普欣跟演員這兩個 這個有厲害了 雖然說紀普欣他講的 也是說上次來我們家忘了拿走 可是他有講 他在這個時候 他為了讓他息怒 所以他講說 我們家就是要買一個 偷偷買一雙你喜歡的 Jordan幾代給你 這個男生一聽到這種 有Jordan 他比較擅長結構性的詐騙 是 除了解釋之外 你還有多想一成原因的 分數就會比較高一點 潛在能力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並沒有什麼對錯 像遠遠這個 遠遠他也講得非常清楚了 他說 他還直接把 直接把說 我的工作上需要拍穿搭 要借到這個東西 而且還把這個受害者 拿來當成共犯說 你跟我在一起聽到的 幹嘛 對不對 我錄音給他說 你那件黑色外套借我 他有講 你自己在滑手機 在打排位賽 你沒聽到 然後他人家 可能是我真的搞錯了 在這件事情上面 求生意識他們 除了一般人的邏輯之外 他們會再加一層解釋 掩蓋他們的罪行 了解 所以這一題的五分 是浦欣跟媛媛 來了… 厲害了 現在已經到了這個 我們馬上要衝線了 海王 還有我們這個海后 馬上就出閣了 來 最後一道題目 請出離 來 好 月亮跟太陽交往三個月了 有一天月亮問太陽說 為什麼你不在IG透露它的存在 請問如果你是太陽的話 你會怎麼回答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就是我們已經都交往三個月了 什麼都沒有看到你在IG上 公開我的存在狀態 因為我 我不是故意不公開這段關係的 寶貝 我 怎麼樣 我可以先回答 因為我有聽憲哥講 公開等於分開 對 我們也準備回答這個 不是故意不公開這段關係的 寶貝 我心中最愛的 永遠就是你 你要的嗎 好 來 先看季甫心的 我會直接說 不想要被網友討論 就是要有隱私 所以才不公開 然後我會說我對你是認真 真心的 對 我說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浪漫一點的 怕你破皮鞋 不是 我也看起來 怕你被搶走 怕你被搶走 破皮鞋 被搶走 你那個字怎麼那麼像破皮鞋 對啊 我怕你被搶走 寶貝我是真的很愛你 花虎 想要慢慢開 對 慢慢 公開 慢慢公開 破皮鞋 想要慢慢公開 我想要慢慢的公開 就像飛到一樣 就是也是慢慢的出來出來出來 不是啪一下就出來 而且我也不知道說 這個男生有沒有想要公開 我也想要先尋求他的同意 因為如果說今天我的身分是公開 然後公眾人物公開 那會不會對他也有一些困擾 還是什麼的 也是 對 金揚的是很害羞 對 因為我很害羞 就是我從小都不敢公開 我的女朋友 很害羞 這個會偏暗 沒有 一分 白痴直男 但我真的這樣講過 他超級直 白痴直男 白痴直男抓到了 我怕別人一直問我 我也很害羞 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很可愛 我愛你 對啊 我愛你 我愛你 太好笑 OK 我會跟他說 我會要等他對我一直都維持 一直都對我好 我才有可能會幫他公開 這個好厲害 這個超厲害 因為如果他只維持半個月 或是半年那樣子 我怎麼可能公開他 可能不久也會分手了 所以我一定要確定他是 真的好的那個人 這分數呢 我們來看看 很簡單 直男矮金揚一隻一分 零分 而且他還加上了這個符號 有沒有 愛你符號 對 塗滿 代表常常在 常常在用這個使用這個圖案 朝朝在道歉 再來就是所謂的像鯉魚 他說怕你被強 對 怕你破皮鞋的 我真的很愛你 這個也是 偏執難 但是其實他字數還多一點 對 這個看到就感覺就是 好啦 這次不跟你計較 是啦 我們在這陣子再說 緩兵之際拖延 所以這個大概是三分 浦欣 他說不想被網友討論 要有隱私 對你是真心的這件事情 二 沒什麼問題 一 有一個問題 會讓人覺得自私 因為我不是公眾人物 是你是公眾人物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要趕快讓人家知道 我有女朋友 可是你怎麼那麼自私 你是為了你不想被網友討論 我很差嗎 對嘛 他寫了這個 稍微有一點點直顧他自己 我今天如果是當下情緒 想要被處理掉 我就沒有處理到我的情緒 對 這個也是三分 這也是三分 謝謝 花花這個想要慢慢公開 我真的很愛妳不要誤會我 不要誤會我 慢慢公開這件事情 這個就不用講 完全 完全就是 他是講說慢慢公開 代表他還是有過程的 海后 對 慢慢來 還是有過程的 我想公開 海后候選人 對 他還說我很愛妳 然後妳不要誤會我 你知道嗎 他把情緒丟回去 這個人開始自責 我說我是不是挫敗他 喔 苦苦 情緒丟回去 人一開始對自己的生氣 沒有自信的時候 他就會Q了 聲音就會飛 真的是無辜 對對對 所以這個五分 這個五分 你看看 是 所以這種狀況嗎 女生要怎麼辦 其實 男生女生都一樣 都可以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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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餵一種動物 你有沒有去那個 微風廣場 撒過那個玉米 在地上會有 對 通通都來 但是他三個都餵 我覺得更厲害 高招 因為呢 三個裡面 喜歡他的那個人 會認為他是 對我有好感 然後呢 不喜歡他的那個 兩個人呢 對他沒感覺的 那兩個人呢 會被喜歡的那個人 想說 糟糕他也會被別人 他心裡面 嫉妒性會更燃起來 會一定要推一把 真的人真的要多相處 真的拜託要多相處 不要用這個 第一印象來界定 事後所有的事情 他在戲裡面是這個 但是他是女的喔 他是女的嗎 喔 那就是 就是要這樣子啊 這女的怎麼這麼猛 就真的要捏 捏到有手指的掐痕那種感覺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像這樣嗎 這邊我們是比較沒有真的 但是其他部分都可以 然後要穩 譬如說我對手姓那個女生 叫王婉飛嘛 那我就穩啊 我就把他的生活的習性講出來 連他自己都嚇到 譬如說他用什麼牌子的 潤膚乳液啊 然後他最後一次跟男朋友 上床什麼時候 你穩上哪裡 不是 那個部分不是用穩的 你最後是把人家給拔走了吧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圈那一位好朋友的女朋友 那請問一下他 他上一次的性生活是在 我剛剛這樣捏 應該長久了 真的嗎 對 女孩子這一塊捏就知道 你覺得 他說的對不對 還算蠻準的 他能說不準嗎 來 來 摸他 說說被處罰 這棒子拿來的 我 這針就哪一對部分 不管了 你摸完 我再問 你摸完以後他問你問你 這個 好像變模式 真的假的 對啊 好 可以了 好 坐 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會問我說 那我八字是什麼 沒有 其實我們就不問 我們就不問 真的 不要過 他是爽一下 對 摸 可以吃到五百不連的 好 我問你我停機多少天了 你停機多少天 對 不太像啊 你那個屁股不太像是停機的 唉唷 唉唷 說這會被處罰的 沒關係啊 我就照我的直覺嘛 真的嗎 對 我那個屁股不像是停機很久的屁股 所以說有沒有做是摸屁股 摸屁股哪裡呢 摸屁股靠 就是靠裡面 比較靠裡面那一側 對 就是我們常常上大號的時候會夾緊的那一側 你們不要再摸很難看耶 不是 你大豆 你不要這樣摸 不是 要是摸兩邊 真的嗎 大概都可以 尤其是女孩子 男孩子都還好 尤其是女孩子 真的 小翠 對 因為我上次就是摸那個女生嘛 摸完以後就說 我說 我說你是不是都不太 你是不是都那個 不太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你是不是都不太用力 然後他就說哪有 然後臉整個紅起來 就說中了 戲學專家喔 對 又一直他喜歡就是辣的 辣透了 瘋滿型的 我哪有喜歡辣的 有 我喜歡胖的 你們搞錯 我喜歡胖 我真的嗎 對 胸肚胖 什麼 胸肚胖啊 沒有 我喜歡胖胖的女生啊 你一直在追美秀嗎 沒有 這很奇怪嗎 對 美秀不錯喔 美秀不錯 而且他以前的男朋友 長得跟我很像 那你就追啦 對啊 我們就幫你做個組了 沒問題啊 真的喔 真的啊 可是萬一那個 我要跟他接吻的時候 大家忽然喊 那怎麼辦 就直接給他堵住啊 你看像最近那種 吳中間說你出120萬 像弄得我跟那個誰 蔡淑 淑淑 淑 我們三個出1千2 你跟他那個在一起好不好 1千2喔 1千2 還滿多的 我可以考慮一下 錯啦 美秀吉 你為什麼喜歡胖的女生 我喜歡胖胖的女生 肉感的女生 肉感的女生 稍微胖都沒關係喔 但我們太胖嘛 你所謂的胖 當然不能胖100公斤啊 對不對 對 基本上大概60公斤左右 我都還可以接 60公斤 60公斤的女生我都還可以接受 身高呢 身高 140 那你的標準吧 那我跟你談戀愛就好了 對啊 真是 身高165 165OK吧 OK啦 對啊 我喜歡肉肉的女生 美秀穿個高跟鞋也有165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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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絕對符合標準 美秀穿個很棒的女人 那你考慮一下 對 可是 沒有可是了啦 他就看我長大耶 我17歲的時候 在舞廳混的時候 那時候跳那種很慫的 什麼Polar Abdul Jana Jackson 還有林志穎 那時候那一掛了 美秀姊她是當時的社交名人 對 她那時候很瘦 身材很好 美秀穎很流行 對啊 她很會跳的 所以說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很看不起年紀大的女人 對不對 剛才沒有 各位 別改了 也許 對 對 人 也許 慶典